咱们未来的这二三十分钟呢 主要来讲解的是加密啊 加密函数 找这个发包中的加密函数 然后呢 你们现在要想休息一两分钟的话 就跟你们说一下 你说发包自己变自己的坐标会成功吗 嗯 啥游戏 这游戏啊 不行 这游戏就就不行 这游戏有试过 改 改的话 它是会给你撑回来的 改一点点都不行 它能改改改了多少呢 这游戏最大可以改0.89 这游戏啊 服务器最大的容忍程度是坐标值0.89 什么叫0.89 肉眼看不出来的 从这走到这大约十几到二十几的这么大 0.89就是身体唯一抽抽 就那么点 它最大的让你发包承认的误差 就是0.89 大家可能说 它这个能顺移多少 或者是能通过发包让它修改坐标 原因是什么呢 这跟封号还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你发包的话 其实封不到你号 发包封不到你号 它是什么呢 服务器的容错范围 服务器的容错范围 你发了0.89 它认为网络延迟有那么大 然后卡顿 然后修正坐标0.89以内 我是承认你的 你可以有这么点的一个延迟 你像斯洛的方舟 斯洛的方舟 它最大的容错范围是278 最大的容错范围是278 278有多大呢 大约是 它278我也不大 大约是从我这个位置到宠物的这个位置 大约这么大 这么大 这是斯洛的方舟容错的范围 所以斯洛的方舟是可以顺移加速的 线下转就不可以 线下转就不可以 刚开始不是你看过吗 其实这就是发包达到的效果吗 发包达到的效果吗 是不是这个 不就是这个吗 发包达到的效果 这这其实已经是虽然不是最快的速度 但是已经是15倍速了 这个地方的时候还会上楼梯还会卡两下 现在的我我已经改完版的已经是不会卡了 我说容错率0.89这么这么屌吗 不是容错率0.89 是坐标值容错0.89 嗯 就是 就是只给你的坐标误差放0.89 那你的服务器压力就就大呗 是不是方舟的话 他就没有给服务器那么大压力 270多 我记得好像改到280就给你撑回来了 比280小的话就没事 这样的情况 一个课外题 随便说一说一嘴 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验证码是可以抓到的 是不是刚开始讲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是吧 这验证码是可以抓到的 但是找这个数据不好找 兄弟们 找这个数据很烦 你知道吗 因为你可能等等一个小时出一次 然后呢 你去验证自己找的东西 对不对 这啥玩意呢 什么 你们你们说这是个啥啊 nx 这是个nx啊 真牛逼 好 我们来继续 我们来继续继续看第三层啊 继续看第三层 点减话键看第三层 那我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呢 上这个代码还算挺多的哈 下段 去喊话 好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它的参数几个呀 从这么正常来看 就是四个 对吧 啊 进去看一眼 四个对吧 四个 四个毛啊 这在在这儿了 它里面是外里面是return 外屏栏在 在这儿了 四个对吧 看一下这四个 c34啊 可能是socket值啊 然后呢 这是只有这一个 它可能纯封包了 这两个都是包肠类的 对吧 那只有这一个参数 这里面很明显是加密的 对不对 很明显是加密的啊 太乱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大家知道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第三层是加密的 不是说第三层啊 是从肾的往外反的第三层 中间还有第一层跟第二层 对吧 第三层呢 是什么 加密的 风包 加密的风包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稍等一下啊 即时上升要长 咱们来继续啊 第三层呢 是加密的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 怎样的一个结论呢 你们你们说啊 结论给你们说 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快快快 大胆的说 什么什么结论 中间加密号啊 对 比如说我们得到的结论 就是从这个位置 一直到这个函数头 一直往上面拉 一直拉到函数头部 这个中间就是什么 加密 靠 跟加密的过程 第三层到第四层之间 这段代码 就是加密的流程 加密的流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你们还不要上来就这样去做啊 你还要明白确认一件事 但是呢 你还要确认一件事 确认一件什么样的事啊 就是你要知道 我这个位置的加密的包 跟剩的那个包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地方的加密包跟剩的那个加密包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才能锁定所有的关键东西都在三跟四之间了 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加密包都跟剩的那个地方不一样的话 那么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关键这前面只是简单的做了个处理 关键的代码在后面了 对不对 这个思维搞清楚了吗 你关键的东西啊 现在你最关键的点要看见确认一件事 就是什么 你的这个地方的包跟剩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最关键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来确认一下 怎么怎么确认 非常简单 不一样就是二次加密吗 对不一样的话就可能是二次加密啊 所以说你要确认一下 我们要把重点的位置先锁定它 对吧 你看我们是怎么锁定的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看明文 直接看四成就完事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看四五六都看了 我们这里面知道四成的那个明文包跟六成的明文包是一样的 再往外就是功能call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明文包就是什么 最开始跟这个外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中间知道有任何处理 它没有任何处理 因为它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从前面分析到这个地方 知道上面没有东西值得我们去分析了 如果说三这个位置呢 再去跟剩的的加密包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从三到剩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只有三到四是由我们分析的东西 对吧 要把思路先搞清啊 不用急的去找 好 我们在这下个盾啊 喊完之后怎么看啊 先来看这个内容啊 给它复制出来吧 长度是多少 大约是六级几几吧 啊 六级几几 我们我直接给你们贴到你们的这个里面去啊 就是大约贴点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怎么办 赶紧跳到剩的这个位置 跳到剩的这个位置 别把断点放开啊 现在是断点断的情况下 然后呢 在这下个断点 DF9 让同一次的包来到我们剩的 然后呢 我们再到剩的这个位置 看它的包内容 好像是不是剩的这个包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啊 141AD9A920 就是这个地址 所以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经过这个过程 看有没有变化 0400015 CS6 R90546 ADFD 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说什么 所以说我们确认了第三层的这个位置 跟剩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什么 我们所有的关键代码 从这个代码再往里进的代码 我们就不需要看了 你都跟剩的一样了 还看你干嘛呀 是吧 它里面的代码只不过是一些什么通信的代码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那一二干嘛了 它是组织一些通信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跟我们没有关系 啊 它有它的一些通通信啊 一些逻辑啊 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那那个东西我们不用管啊 是吧 它去架构的东西 不用我们去管 我们只关心的这个包有没有变化 从三层往里面没有变化了 对 三层三次之间 现在不止说是最重要了 就是说所有的 所有的加密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都都在这了 都在这 外面没漏东西 没没有撤漏啊 完全没有撤漏 都被锁定在这个范围内了 大约在从这儿到函数头部 一百 二百多个字节 就就这几个字节里面 对吧 那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分析了呀 是不是可以开始分析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是吧 没问题吧 这个这个地方锁定这个范围 大家是不是都没问题 锁定这个范围是不是都没问题 嗯 有问题打个二啊 没问题的话 要不然打个一 要不然随便回复一下啥都行 好的 那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啊 看直播间里有没有人 那个啥 啊 行 应该是没有人在等待室里关的啊 那好 我们现在呢 从这个地方 到函数头部 我们先来怎么看啊 慢慢看 不着急 首先我们看一下谁是包长 谁是包内容 嗯 谁是包长 谁是包内容 刚才其实跟剩的比了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是包长 第二个猜数包长 第二个猜数包内容 第三个猜数是包长 跟剩的是一样的 啊 也可以再掉了 刚才断时间长啊 给断掉了 断时间长给断掉了 那好 我们来这个地方下断 然后呢 随便走个路吧 随便走路看包长呗 走路的话 你可以到剩的去断一下 他的走路确实是4c这么长啊 所以说这地方 第二个猜数是包内容 第三个猜数是包长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看看包内容从哪来的 包内容 eax来源于什么 ebx加3c 这么一个地址里来的 这么一个地址里来的 嗯 地址里来的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说 我怎么去追哪个地方是加密啊 不要慌啊 继续再往上去追 这个ebx加3c 一直追到函数头部 啥也不用管 就往上面追 啊 大家可能说这样是干嘛呀 你从这一直追到函数头部 在函数头部找到了我们包内容的表达式 然后呢 在函数头部不断的往下面走 一直走到这 过程中 谁对我们的这个地址里进行复制了 谁就是什么 谁就是这个加密的 call对吧 啊 谁往我们里面写了 谁就是加密call吗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这个地方在代表里面 之前我以为找错地方了呢 嗯 之前以为找错地方了是吧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非常简单的一个辞入 就是在这个地方追包内容的表达式 一直追到函数头部 负值的代码都没有 看 所以说我们就是也不用去F7走了 因为他都没有代码 你你我我还走个忙啊 你给我个代码啊 你我筹完了 给我个代码啊 一句EBX都没有了吗 嗯 在往上走 没有EBX哈 你给我开玩乐呢 这是好不容易有个CMP 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终于在这找到了 对吗 终于在函数头部的第四句代码找到了 啊 他给我们EBX是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RSP加上1040 大家可能说你这 怎么加这么多1040 你先看一下上面这个CALL干了啥 上面这个CALL啊 他没干好事 我们来看一下呗 在这个地方下个段看一眼呗 上下段看一眼 看一下站是怎么怎么变化的 加走 看这个CALL对什么 对对站减了1038 对对站减了1038 他干这事了 啊 再经过他减了103C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他什么 他什么 他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地方是1040 1040减去103C等于什么 ESP加4 ESP加4啥呀 在函数头部的ESP加4啥 是不是第一个参数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其实等于第一个参数加3C 啊 第一个参数加3C里存的包 存的包 不是存的包 第一个参数加3C是我们即将存加密内容的那个地址 存加密内容的地址是吧 那我们就知道咱们就知道咱回事了 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下断 然后呢 去滴滴一下 一 一 一啥 一毛啊 啊 我们直接把这句代码走过去吧 我们直接就可以打1b 1bx加3C了 这就是纯地址 大家可能会 这个时候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困惑啊 什么样的困惑呢 就是哎 哎这里面已经有加密质了呀 这里面已经存在加密质了啊 那我 我给你们讲怎么样的情况呢 你看到的加密质 它不一定是已经存放的 可能什么样 我来喊个话 哎 是不是我们滴滴错了 他咋没什么反应呢 再来喊个话啊 1bx加3c 1bx加3c 是不是得套 套过号啊 啊 得套过号啊 啊 好 进来之后呢 大家可能说这里面已经存在加密质了 对吗 你说已经存存在加密质了 那就不是在下面加密的了 啊 还有什么样情况 你看啊 我们去喊 他他变不远 他用的是一个固定的地址 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 断下之后有了一个 只是上一次发包的残留值 对不对 是不是想想一想 里面里过来这个这个 东里面里过来这个劲啊 当他是 就用这一个地址进行加密发包的时候 这个地址里面的值是上一次的残留的 啊 没有刷没有刷干净锅 对吧 可以先手动清空 你不用不用不用去清空的啊 清空的干嘛呀 你马上写就行了 你马上写就行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啊 原来这个地址啊就在这里 对吧 就在这里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下段 然后呢 喊话 然后来 dbdx加上3c套层括号兄弟们 是吧 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 开始怎么样 开始这个 这个铃波微部啊 铃波微部 啥也不用管了 你就眼睛盯在这儿啊 眼睛盯在这儿啊 看什么什么地方变了就标注出来 没变 我们就一直f8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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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变我们就走啊 不变我们就走 不变我们就走啊 哎 刚才经过这个call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有 两个字节变了是吧 所以我这里面写了改了包头 实际情况下呢 是我记录下来的 实际情况下没有没有什么用 他后面的代码又又给他还原回来了 所以说现在咱还没具体分析 他到底有没有用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用 但走走走走走 慢慢走啊 不着急 越往后面就越慢一点啊 别突然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把零零四给写回来了啊 在在这儿了 这是个固定的 它是个长量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 你清不清我也是给你写回来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好像上面没有什么什么用 刚才是 应该就是把这个四给改掉了 改改成零了 他又一个长量给写回来了 具体什么用呢 咱们再看啊 因为你不可能拿回来之后 你一眼就能看着是干嘛用的啊 那除非代码是你写的 对吧 走走走走走 啊 其实走到这的时候 我眼睛就有点晕了 但是慢一点 越晕的时候越慢点 走走走走 哎 突然全都变了 看到没 突然这个call经过之后全变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 加密call 加密call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面走 这地方呢 有个 这是这是反取反序是吧 取反序排列啊 没有对我们没啥影响 那直接就发包了啊 直接就发包了就完事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的锁定了加密的call就在这个位这个位置啊 是不是我们就锁锁定了啊 只要的加密前是我们的那个明文包加密后是我们的这个加密包 那么其他的代码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啊 我们就锁定了所有的位置 这是不是就就是加密call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找到了这个加密call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咱们来聊一聊 啊有问题来聊聊加密call里面我们也可以参观一下啊 加密call里面参观一下 这些东西 加密call里并不复杂 看到没 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东西 然后就这点代码 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的代码啥样的啊 下面的这个call的代码啥样的 哎呦他不断呢 等会啊 不操 我刚才是不是 改改错东西了 我刚才点点啥了兄弟完了他要他要崩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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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毛线 你干什么我那call呢 这怎么还还原不了了呢 但是好像好像那那段代码本身他就不执行啊 掉了 烦银不烦银 不是不是不执行是我这游戏我已经掉了 不是不执行是我已经掉了 我说怎么回事 哈哈哈 哦 debug不用不用退 debug不用退 那退他干嘛 好了回来了 回来了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找到我们刚才那个加密码看一眼啊 不是我这个鼠标可能可能不到莫名其妙出连点 嗯 这个好像是这个这个call不执不执行 你看 根本他不断 应该是被这个 被哪个跳直接跳过去了 啊 直接跳过去了根本不执不执行 啊 这俩call好像根本根本不执行 他执行的是下面这几个call 执执行的是下面这三个call 看一眼 啊 执行的是这一块里面还有什么run的 对吧 里面还有随随机值 啊 然后其实里面的代码并不复杂 哎 算了我们还是走走一圈吧 看一眼啊 大概了解一下他的加密call是怎么走的 我心里还有个底 看一眼 好啊 DF7走一圈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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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 没经过call啊 主要没经过call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好事 经过这个call进去看一眼 这call里面 代码也还行啊 没有什么更深度的 我们先往下走 一个call就那个一个call啊 那就就经过那一个call吗 对吧 就经过这一个call 啊 这一个call 而且里面 有有啥 还有这玩 这这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 自己跟加密差不多的一些东西啊 乱的去去随机值看到吧 他就喜欢取一些随机值 然后跟俩这种左右移啊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看 这这都是很明很明显的加密操作看 这这加密的加密的代码看 迷了马面呢 我去我去 有完没完了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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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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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我靠 嗯这个加密代码有点长 反正是 里面 不用分析他分析个毛 如果说我们我们去调他的加密就直接复制出来放到我们的内联汇编里 用就就就好了你不可能去分析他分析他干嘛呀 分析他没有意义啊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想要去用他这个加密call的话我们就把执行流程跑一遍然后呢把所执行的代码都给他复制出来 你就像刚才那个我取取了大半天那个啊 那个他那个工作量是什么呢 你给他复制完了之之后到你的自己代码也怎么慢慢去改啊 我估计得好几千条 得好几千条 证明不解也罢都无所谓啊 这个call的话你可以直接复制里面的东西用的 直接复制自己的东西用或者你直接掉这call也可以 咱们刚才粗略的上里面去 瞟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代码啊 检测什么相关的一些可疑代码没有看到 如果没看错的话是没有看到啊那回头可以再看一看 然后呢可以直接掉这call也行可以直接上里面想用代码就复制也行对吧都可以啊都可以 看着就可以 给你们几分钟休息 然后咱们来呢要把这个call好好分析一下好吧